Hello大家好,这里是貂蝉聊电影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泰国恐怖电影《送死》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吧 第三个故事,暗夜离魂 半夜,两个劫匪闯入一户人家偷东西 却不想,女主人从楼上走了下来 警觉之下,其中一个人开了枪,女主人被杀 为了避嫌,两个劫匪一个月没有见面 其中一个劫匪犯叫阿佐,他是负责蹲点的 完全没有想过会闹出人命 这天在修理摩托车时 另一个劫匪犯,阿一,从身后出现 他又手痒了 上次开枪杀人让他打开了新世界 他爱上了那种可以操控别人生命的感觉 更觉得自己右手的使命就是扣斗扳机 他威胁阿佐再找一户人家 今晚再去行窃 他要带上自己的弟弟 阿佐本想拒绝,他去用枪威胁 被逼无奈下,阿佐只好同意 当晚,阿佐、阿一和他的弟弟一起行窃 到时候,他们迅速逃离 却在途中见到了巡警 阿一的弟弟布置天高地厚 想着用枪解决一切 阿佐为了保命,劝着两人赶紧逃跑 见到他们如此嚣张,巡警跟了上去 为了甩开追捕,他们拐弯藏进了丛林 阿佐带着他们来到了一间荒废医院 打算分赃过后分头行动 分赃时,阿一用枪威胁阿佐 将东西分成三份 自从拿到枪,阿一变了很多 阿佐从不怕他,但怕他手中的枪 所以就算是吃亏,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 他也忍了 弟弟看中了阿佐的衣服 让他死后把衣服送给自己 说话间,一个黑影闪过 阿佐有些害怕,想离开 阿一却一如既往地打算用枪解决问题 他一路追着黑影,打算把他杀了 可当他们经过一个诊事时 却看见里面放着三个棺材 上面还贴着他们的名字 阿一愤怒极了 觉得是有人在挑衅自己 是要将黑影找出来 在追逐中 阿佐和弟弟都没有跟上 唯独阿一来的房间 黑影就在前面的箱子里 他警告阿一 如果开枪了 他的弟弟就会死 凡是他受到的疼痛 他的弟弟都会遭受更痛的折磨 弟弟是阿一的软肋 他不允许有人伤害他 在跑出去找弟弟的时候 他见到阿佐提着脏物打算离开 以为要背叛自己 于是对着他开了一枪 阿一围着废弃医院找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弟弟 只能回到房间 询问黑影是谁 黑影说 自己来自地下 他之所以来到这里 是因为被杀的女主人 怨恨很重 要把他们都带走 听了黑影的话 阿一的气势瞬间弱了下来 看那隔壁房间挂着的白衣 都觉得像是 被自己杀害的女主人 他现在只想要回弟弟 他恳求黑影 将弟弟还给自己 黑影却让他拿东西交换 阿一想了想 决定歇下扣班机的手指 黑影同意了 只是一根不够 他要的是整个右手手指 为了弟弟 阿一忍痛将指头 一个个割下 他将手指递给黑影 去到隔壁的房间 处理伤口 再回到房间时 却发现箱子不见了 有两个人逃了出去 阿一知道自己被耍了 追过去想要扣动班机 却没有力气 他只好再回到医院 寻找弟弟 却还是一无所获 看着被自己打倒在地的阿佐 他将他翻了过来 这才发现是苦苦寻找的弟弟 原来发生的一切都是阿佐策划的 根本没有什么鬼魂和怨恨 阿佐的目的是惩罚被沙漏冲昏头脑的阿一 盒子里的黑影是阿佐安排的人 在阿一和黑影周旋时 他将衣服送给了阿一的弟弟 营造出自己要逃跑的假象 混淆他的视线 如果阿一不是沉迷枪支 他的弟弟也不会死 一切悲剧都源于自身的欲望 阿一懊悔不已 他再一次扣动班机 只是这一次 枪口对准的是自己 逃跑的阿佐和同伴 也因为车开得太快 撞上了一架货车 在这个暗夜里 做错事情的人 都付出了应有的代价 第四个故事 识别阿公 家族出了大事 阿公去世了 去世前 他千叮咛万嘱咐 千万不要烧了自己 放着就好 会有人接他的 交代过后 阿公去世了 可人体容易腐坏 没几天 阿公就变得黑乎乎的 子女们请了保姆 给他守宴 可每个保姆 都见到去世的阿公 半夜起身 一个个吓得落荒而逃 子女们只好 请了大师看看 是怎么回事 可大师不过 是个江湖骗子 他假意和阿公 交谈了两句 说阿公有未完成的心愿 在家里藏了财宝 是留给某个孙子孙女的 具体是谁 还不知道 要让所有孙子辈的人 都来守宴 等时候到了 他就会说出财宝的下落 就这样 家族所有的孙辈 都被召集过来守宴 其中有孙辈里的长子 他是家族的希望 也是最有实力的继承人 大家都叫他一声大哥 欧格 一个目中无人的独生子 现在是一名医生 也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混蛋 阿丢 一个脑子里 只有颜色的激情少年 只要有网络 守宴就守宴 小爱 也是孙辈里最小的孩子 无时无刻都在手机聊天 还有最后一个 也是我们故事的女主 小松 一个被父母催婚的社畜 今晚守完夜 明天又要接着去相亲了 很快 到了夜晚 孙辈们都待在各自的房间里 突然 客厅传来奇怪的声音 小松走出去一看 冰箱被打开了 里面的零食七零八落 大哥此时穿着睡裙 出现在身后 和小松碰了个正着 大哥吓得翘起了兰花纸 很快 他意识到了不妥 立刻沉稳地说了句 我们明天再来收拾吧 随后松松回到了房间 小松还不困 也不害怕 他觉得就算是阿公失变 也不会伤害他们的 收拾好冰箱后 他发现地上有黑色的脚印 于是走到摆放阿公的佛堂 看到阿公的脚 也是湿答答的 小松走进阿公 试探了他的呼吸 发现他确实是去世了 难得阿公真的还有未完成的心愿 所以一直走来走去的吗 除了小松是真的关心阿公外 其他人都在做着自己的事情 爱聊天的小爱因为想上厕所 拖着手机从房间走了出来 从他的房间走去厕所 要经过佛堂 看到黑乎乎的阿公 他走快了两步 厕所是蹲侧 上完厕所的小爱腿都麻了 更吓人的是 经过佛堂时 黑乎乎的阿公不见了 他吓得想要走快一些 腿却不听使唤 一下子就倒在了身后的椅子上 阿公就在身后 小爱吓得大叫 听到声音 大家都跑了出来 小爱被吓得不轻 被扶去休息 其余人则是负责将阿公扛回佛堂 没良心的欧哥 直接走开 说要去睡觉 剩下三人 一起把阿公搬回了佛堂 安置好阿公后 阿丢回到房间 继续冲浪 就在他上下摆动 大汗淋漓的时候 阿公突然出现在身后 把他吓了一跳 大伙再次被吵醒 打开房门 看到了不堪的一幕 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大家都烦躁了 聚在一起互相指责 此时 小松朝着阿公看去 发现他手中握着一张纸 打开一看 是一个约定 小松明白了 阿公之所以一直走来走去 是要出门赴约 他打开家门 阿公果然起身了 全家人一路跟着阿公坐上公交 来到了附近的公园 河边站着的是阿公的初恋情人 他也是从家里逃出来的 两个去世的老人 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负担和责任 用另一种方式相举 黑乎乎的阿公和周爸爸的情人 都在此时变回了年轻的模样 在离开前 阿公走到大家面前 对有点娘娘腔 却又不敢承认的大哥说道 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都可以 但切记要肩负家族的责任 对小松说 快找一个你喜欢的人吧 对阿丁说 你的明天还很漫长 不应该花太多的时间 在男女之事上 对小爱说 别到最后一刻了 都还在盯着手机 最后 对没良心的欧哥说了句 混蛋 然后牵着初恋情人 离开了 情人的家人 也在这一时追了过来 他们也经历了 同样离奇的事情 情人的孙子 有些帅气 小松要取消今天的相亲 和他好好地聊聊 刚刚发生的故事 四个故事到此全部结束 四段灵异的奇妙物语 带来不同的启示与感受 既有悬疑恐怖 也有脑洞温馨 讲述的是最简单的人心 也是最想不到的结局 好了 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你看都看了 确定不关注我吗 下期再见